第二百八十回,夏彩湧靈旗,萬里蕭星圖魯眉,青年笑血影,四山繁唱拜神僧, 如窩子圖琴賊琴王,不知事計,敵人又只有一個,不便請同來與先相助, 滿意為主摩奈迪人緣神所化,只要將其除去,立可成功,認定先輔其真威力之大, 見葬老學,無知老魔鬼,我不過有事機身,便宜你多活幾日,在我手下幻想逃命嗎? 隨說,手下發決,朝外一揚,一口真氣噴漿出去,金紅似急電鏡製, 曝光大聖,只閃得兩閃,便將主摩裹著,在裏面雙下衝突起來, 這時那金紅已繞成一個十多像方圓的金球,將魔頭包住,眼看主摩在裏面由大而小, 佔服圓形,指示跳動越急,擾護魔頭外面的一層血光也更強盛,並未消滅, 如窩方再奇怪,忽聽陪我說道,到有留意,敵人擅長員工變化, 莫要終了他的道義,如窩聞言,猛想起此寶河等神奇,受敵已被困住, 你應果緊財對,為何光中空極甚大,好似被神洞西撐住,莫要有甚鬼計不成, 心念財動,定精一看,裏面竟有一層黃影,由內以外張其崩緊, 印刀是黃色,不用為目注視,絕看不出,最奇的事外曾金光以紫成了薄薄一層, 魔頭仍在裏面跳動,上下飛滾,如窩荒謠不妙,未及回收, 萬天驚天動地,萬金齊烏,一聲大震,金紅所化光圈景被震成粉碎, 上下飛射的殘光金魚,立時籠罩全山,高涌白像舊光之下, 遠如平地無起一座金山,聲勢猛力已結,如窩如非法力高強,幾被震上, 心驚急怒之下,正代思惟,忽聽身則溫,陪二仙同聲大喊,老魔頭,你待如何? 如窩先見金陳高涌,受敵所發主摩耳由白像光與忠忠空飛起, 因爲自寶被毀,心中恨極,只顧著熱前面,想要下手報仇, 光把仇中欲如一舉,一片冷光還未發出,文言心中一驚, 料有變故,亡把護身清霞飛起時,萬角心頭一涼,同時匹見受敵仍視初見時懸揚, 頭下黃影並未攪散,突在面前現身,滿臉笑容,諸視自己, 立有一層黃影當頭罩下,如捐當時深神便各有些迷糊,通身冷戰, 行而應變上快,護身清霞同時飛起,雖未分島,以忠魔法陷算, 禁道,不好,望容元宮抵如,另一面,陪我將珊瑚帳上鐵瓢一紙, 便有一股紙氣飛向白象金陳光與之眾,神龍吸水一般,只一果,一片金鐵膠明節聲響過, 全數收去,溫良玉將手中所持非金飛玉,仍如幽蘭,其大月杯的奇花微微往我一點, 立有清白兩股雲氣朝前飛射出去,如窩事前定飛不知禮害,所以若好幫手, 想下制聖之賊,到時,因見門人凋臉,阻它們脫困的又是平日對頭,聖路之下, 各著門人被困已久,自己因魔法利害,不敢冒失內疚,所若幫手好惜推託,遲到今日方似趕到,門人以為對頭所救,對頭索性就此動手也罷,偏時相馳,不肯發難, 分明,分明算准自己要來,想教根兩,自己如若不勝,再行動手,以顯它的法力,對頭者等軟鬥, 處處使人難堪,表面還裝大方,使人無話可說,越想越愧憤,自此所持而保乃天府其真,便不照原定方略, 意欲上來先吸敵人一個重創,即便不能一舉成功,多少增會一點顏面也好,誰知仇敵禮害,反將適年費盡心力連成的一件自保毀去, 而且就不及防,警衛魔法陷算,雖像功力高深,還能支持,但極勉強,尤其受敵魔影佬在面前含笑而立, 自身法力竟會失效,正在悔恨驚王,強攝心神,幸而溫,陪爾仙雙雙雙發動, 老人準備就勢反擊的稅補殘金,手臂收去,溫良玉花上的清白雲氣又飛射出來, 果向身上,破了魔法,如窩神之立即恢復,平素雖然嬌狂,畢竟修煉千年,深之禮害, 好容易在千軍一佛之間,把身前魔影去掉,元氣已經損耗不少,憑自己的功力,本來不應如此大敗, 全由嬌迪所致,這不是勾氣的事,反正人已刁定,如何還敢亂戰, 這才非退回來,滿面愧憤,與溫,陪爾仙一起,對面屍皮老人也是情急心患, 知道強敵還是,吉空難了,景喜空心殺機,將金球震破以後,既想你用那些殘碎神金去傷敵人, 又想乘機將如窩元神吸收了去,助掌神魔威力,帶舉報仇,一網打盡,沒想到溫,陪爾仙空有成足,法力又高,全被破去不算, 本身如飛飛沸騰神速,幾為大虛清明之氣所傷,老人方在驚怒,猛聽搖空中刺哭此小,傳來一種極淒麗的異星, 知到有來強敵靠盤婆,也是背魂當頭,明知狗盤婆來去余殿,升到人道,因是領有強敵當前,先前有吃了點規,自在報復,正思魔法, 一時舉旗不定,未一遲意,敵人已飛到,魂惡中眾人先前角著如窩等三仙來時先魂如空, 零去飛射,快得出奇,不了狗盤婆來世更快, 衣聲才一入耳,一個年約四巡的醜怪婦人,已隨著一股黑煙飛落牆中,雖然好多人均未見過,但哪來世早有傳聞, 一望而知是哪赤身教主狗盤婆親自趕到,眼見之下,比起傳聞更覺醜怪,原來狗盤婆身長不過四尺, 生得又瘦又乾,和薑絲差不多,頭作糾形,面黑如脈,一雙碧眼空光隱隱,通身赤裸, 只在腰間圍著一條烏魚,樹葉交織而成的短裙,上身穿一件同樣材料的雲堅, 今必輝煌,好漢已結,和魔女鐵梅裝促差不許多, 只是有一盆黑沙龍罩全身,看去此煙此霧,不知何則所製, 他的手腳均黃了爪一樣,左手拿著一根鉤像,鉤木閃爍放光, 口中時有採煙了洞,此外並未持有什麼法寶, 不似鐵梅頭堅等柱,均有刀叉那等全身披掛,神太也結嚴肅,身外黑煙可約尺許, 遠如一條七八呎高的人形戲團,當中果著者摸一個怪人, 黑煙也停在地上,並不飛動,眾人靜漢之間, 狗盤婆爾先發話道,絲皮老人,別來無樣,老身本定今日秋夏前來領教, 到此財之上有多人與你鬥法,我素不願成人於偽,但又不肯去此一行, 多少須見一點意思,好在你那神魔必送的手,留他無用, 事急反世,更多操心,不如暫借老身一用,今日你如無事,隨時請往岸那裡,親自討回如何? 說時,雙方已動手,先由老人主摸頭上發出五色奇光, 朝狗盤婆射去,狗盤婆忙把狗像一搖,狗口內也並射出大股彩煙, 將其滴住,開頭雙方還能且直,兩句話過去, 魔口內又噴射出大股黃光血炎,狗盤婆面色立現緊張, 兩臂一震,上身所著雲堅,名為被摩神莊, 乃赤身教中最厲害的五寶之一,立法出一盆暗壁光華, 將其滴住,同時狗盤婆左手向頭一拍,隨見一個長約半呎, 與狗盤婆同樣的小人,由頭頂升起, 在一撞尺許大的碧光籠罩之下懸在頭上, 亦此戒備,並未出鬥,雙方都是魔教中的高明人物, 無知心淺,為防兩敗,所練神魔君未使用, 各憑本身功力拼鬥,看去反無有先前火刺, 老人身形以幻化為異,一個虛與溫,陪二仙相鬥, 一個則與仇敵烏用魔火斜煙噴射,相恥不下, 老人一心兩容,分身應敵,有點為難神氣, 那狗盤婆也似強敵當前,表面強作鎮靜,口中發話, 實則也是故作鬆容,絲毫不敢鬆懈, 剝光火焰,對面衝射,互相時進時退, 雙差也指兩將出入,急切間也看不出誰佔上風, 老人早就怒極心分,又見狗盤婆原神已飛起, 正代與之一平,剛無笑得一聲, 忽聽空中有人笑道,老魔頭日無途窮, 縱遠所歸,還不醒吾馬,聲財日耳, 狗盤婆也說完,老人這女還未下手, 猛聽群魔禮小之聲,同時匹見魔女鐵妹 和了幾個赤身魔女,忽然現身, 另有九個粉裝玉腳的女嬰,電也此急, 齊朝身後神魔破去,兩下裏一撞, 十二魔頭立時縮成拳帶,被那九個女嬰和魔女各抱一個, 騰空變起,老人也是一時疏忽,明知狗盤破鬼詐多端, 雙方法力差不許多,此時乘機來返,佔了不少便宜, 因來勢突快,又在對面發話,已經動手,彼此無下婚臣, 先前因為如窩等來敵太強,既恐神魔措手不及,為敵所傷, 又欲而退為盡,先把神魔護住,藏向先前陰切魔陣之內, 少時容易有敵,一舉成功,舞如形勢衝逼,強蝶相繼飛來, 兩頭兼顧,未免心亂,沒引到狗盤婆陷大門人前來, 又是行家,魔陣爛阻鐵梅不住,狗盤婆最特意激張, 使其婚臣,一時疏忽,竟被鐵梅用狗子無天魔, 冷不防成激張神魔道去,老人一著急,不顧再與鐵人爭鬥, 立宗魔光追去,不料狗盤婆早有準備, 願神殿一般急飛起,只一閃,便到了老人前面,攔住去路, 兩下仍在憶起,鬥章起來,就這稍微停頓之間,鐵梅已帶了神魔, 長笑一聲,化為一流黑煙,光搖黃空射去, 晚別見一片金霞,光場也似橫耿天伴,攔住去路,鐵梅授勝似強, 見葬大路,左臂一陽,三把金刀剛剛飛漿出去, 忽聽滿山凡唱之聲,同時接到師父狗盤婆的警號,令其放下神魔速逃,百亡中定徵四故, 凡唱之聲與平常和相念經並差不多,左勞今下雖然神妙, 憑自己的法力,並非不能抵敵,可顧如此膽怯,不禁奇怪, 狗盤婆原身本在黑煙龍湖之下,凌虛而立, 願神正與師皮老人主魔相似,未分勝敗,不知怎的, 發源速退警號,迫光一閃,連元神一喜不見, 師皮老人立時回頭追來,鐵梅授非敵手,又聽乃斯在歸途想連發傳音警號, 吹令速迫,同行門女友已奉命先逃,猛想起來時師父爭說,此行不過淺藥, 出氣未必如願,鐵梅知道除了自己的敵人之外,還有幾個極厲害的對頭, 因有先法隱蔽行蹤,推算不出心意,如與自己作對,暫時雖然不怕,後來卻是隱患, 我吹說最好不來,一則惡氣難消,再則自己這與天門神君臨碎和實躍那的幾個神魔君被受的委屈, 當初這人,願想師父近年發令警驗,不許無故傷人,而自憐的幾個神魔又不能斷血食, 這與臨,殺異人,尤其自行放出,吸收生魂精血,與己無關,交了朋友,還可增加神魔威力, 何樂不毀,不聊全數葬送,好生痛食,鐵梅記恨老人傷他,又想所練神魔功力以深得多, 師父修恨群善老人傷害,正好趁火打劫,再生抬頭, 搬盤老婆盤極愛他,因恨仇人欺人太甚,便趕了來, 師徒說好應變必須規徑,自盡自退,否則仇報不成,還要吃虧, 這時須見乃屍逃退匆忙, 必有原因,終以盜守之物, 不捨拋棄,一見仇敵追來, 上空又被今下報滿, 二玉村地逃走, 那枝未一詞而, 尚未將神魔放下, 那枝未天魔所化的嬰兒和魔女一同忽然不見, 神魔從又飛起, 知道師父見己為令, 將枝未天魔收去, 同門也被召回, 先擒神魔尚未祭蓮, 不能隨意忍頓, 然記棄去, 便能來去自如, 上起仇敵可惡, 何不趕往魔宮妖鬧出氣, 即使戒備心嚴, 不能深入, 多少也可出氣, 反正天空怒斷, 非由地底逃走不可, 鐵梅心念一動, 立即往下飛逃, 這原事信息監視, 雙方動作驅都極快, 鐵梅光閒飛出不遠, 猛看見前面一道青光湧穿一個手長腳卷的欺形丑女, 後面兩道血光湧穿兩個頭頂金蓮花的短妝度同, 迎面飛來, 百忙中不曾看真, 那三人又是首尾雙咸, 看去好似一路, 鐵梅不知前面的正是三雙貧女於雙足, 後面是田是帝興, 吾形作同是仇敵, 恰好於雙足因往魔宮暗算, 觸動禁制, 身受重傷, 飛頓出來, 迎頭遇見魔女, 後面隨著屍皮老人, 也把雙方當成一路, 於雙足膽寒情急之下, 想用法寶擋上一下, 再往且賜女頓去, 不了平日空橫, 惡滿素盡, 手中一團青色雷火光閃得一閃, 魔光以由鐵珠手上發出, 照向身上, 想逃以示無及, 本來連元神也被吸去, 總算死運還好, 神光往下一島, 便聽空中一聲清澈, 一道驚天白紅, 中閘無良亮藥銀殿的浩光, 忽自對面飛射過來, 鐵梅猛角身後冷氣寒光, 從頭下照, 全身立鼻裹著, 受蝶又在後面緊迫不捨, 之道不妙, 望用金刀自斷一隻手指, 化為一流血炎, 穿地逃去, 老人正發號令, 命田是地輕速發動地底禁制島即時, 至身也被銀光裹著, 原來那銀光正是如窩所發, 因自先前拜退以後, 正在徹此痛恨, 忽見狗盤陪營營燉燉走, 鐵梅寫摩爾圖, 老人隨後追去, 望把玉月中補光發出, 本心是想乘機下手, 先將十二神魔隨去, 忽見愛途於雙足由魔宮內附雙逃出, 隱形發以為仇敵所破, 望止補光前去接應, 愛途以為鐵梅所殺, 愈發悲憤, 再指補光去琴鐵珠, 又被逃走, 老人追來, 黑鼻就變果住, 荒耀師展摩法破那白光, 忽然一閃收去, 猛角心靈上起了景潮, 回頭一看, 魔宮上面忽然出六座數十張高大的奇門, 整座神劍風魔宮以被金光牆下佈滿, 仙雲遍地, 水外飄空, 照得大千世界齊幻霞揮, 內中的六座奇門在長光彩墓之中時隱時宴, 正有大而小, 往魂額前面收去, 當中果著那十二神魔, 已被困入奇門之內, 閃得一閃, 便即無蹤, 同時, 老人心靈帶震, 才知敵人想中設有六合奇門, 神魔以為所謂, 急怒交加之下, 二玉師展諸天十地如以陰淚與迪拼命, 更不尋思, 非身便往奇門之中衝去, 這時如窩以鼻子發龍女吹五姑趕來軟勸, 說, 今日之時, 早有預定, 絲皮老人命不該絕, 只因他那本身原神已與陰陽神魔合成一體, 受其陷阱如龍, 才有今日之時, 貧道等偉了機緣未知, 還需等一位有大法力之人前來發解, 否則早已下手, 此人練就話修羅不死身法, 只能勸其歸善, 除他極難, 少時他必情急拼命, 師展諸天十地如以陰淚, 這座神劍峰芳圓千里之內, 不論人物, 齊化劫灰, 到有可大了令高足回轉仙道, 免得見此慘劫, 否則暫時請作旁觀, 容貧道等待勞隨摩如可, 如窩一聽, 老人竟不惜損耗三數百年的功力, 為此兩大驅傷之計, 知道這類被摩陰淚, 比牽原老怪, 久力神君所念不同, 因而本身真氣助長兇嚴, 威力之大不可思議, 方圓千里, 死圈之內, 先凡所不能當, 自己雖然防身有補, 就不受傷震撼, 仍所不免, 其世又不便被人其門之內, 溫、陪二仙也在事意相勸, 一想無法, 只得帶了眾門人一同飛去, 老人也已發現奇門, 飛身追來, 滿意先鎮神廟, 敵人記將自己隔斷在外, 神魔一滅, 奇門立即縮小, 必是知道有此殺手, 難於衝進, 那次剛到陣前, 長光一閃, 人便陷入鎮內, 四孤茫茫, 那金光長下, 遠如泰山雅頂, 霧途飛湧, 上下四外一齊湧來, 霧極之下, 更不尋思, 亡即施展魔法, 將全身縮成一團碧光, 和由血連惡上光飛起時的元神一般大小, 將要自行震破, 他這類剛剛準備停當, 快要發難, 忽聽先前凡唱之聲越來越近, 四山應禍, 也不知人數多少, 深方一動, 那陰淚以此離然急此, 未容沉思, 突然爆發, 老人願是復仇心性, 將在場敵人連那旗門一齊鎮穗, 以為練奏員工變化, 願神分合由心, 聖鳥故可報仇雪恨, 即便不能盡如人意, 願神當時隨同鎮山, 仍可修合為一, 對方那麼多的人, 多小總傷他幾個, 自己雖然吃虧, 所練陰魔不過當時受傷, 事後卻可修攝好些修道人的真緣, 那支陰淚爆發時, 本身原神為了助長威力, 本應隨同鎮火鎮山, 不知怎的, 竟在快花為無良鎮火血炎。 四下裏飛射的這斬眼之間, 萬角身紙一緊, 面前一條綠色的鬼影閃得一閃, 便即自行鎮山, 化為一盆碧光黑煙, 四散燒眉, 並未聽出雷聲, 同時下光搖眼, 身外一緊, 全身軍被金光牆下裹著, 也未隨同鎮山, 知道護身陰魔已被敵人消滅, 如在平日, 老人必定怒發如窮, 奮不欲生, 這時因赴身陰魔已去, 畢竟修練千年, 法力高深, 見此情形, 雖然仇恨難消, 性氣已去了大半, 有見仙陣禮害, 神妙無窮, 自己那麼高法力, 竟找不出他的門戶, 心中放生悔痕, 忽聽對面有人大渴道, 你那附身多年的陰魔, 已被我們隨去, 齊道友和靈叫諸先念你修為不義, 諱曲求全, 特命門人將尊聖, 天蒙, 百眉三位老禪師求請到此, 用極大佛法為你發解惡業, 還不就此歸依, 等待何時, 老人抬頭一看, 先前魂惡中的長友敵人, 正分立對面廣場之上, 神陀月休, 元長老, 令雲, 酸男和三個未見過的少年男女也在其內, 當中迎速立著那朵血連惡, 面前一個泊泡團上, 坐定一個身材矮瘦, 面黑如漆的中年夫爭, 身上一件白納衣以張褲鬧, 彷彿多年陳鬧之物, 冬掛一片, 西搭一片, 穿在身上, 有的地方似以被風吹化, 露出鐵也似的蒸皮瘦骨, 左手俠一缺印, 右手甘塞, 安穩合木坐在血連對面, 太神莊嚴, 空中各立著一個神僧, 正是以前向往的天蒙, 百眉二老, 同時身上一興, 再看先鎮耳修, 長下齊隱, 紫聖帆唱之聲蕩揚空山, 隆隆仍耳, 同時又發現愛女, 門人二傳跪下, 正向蒲團上膚增毛拜頂禮, 知是初學到時, 受自己魔法禁制, 後來苦手不見, 也就不在理會的那個想要導發自己的和尚, 當時醒悟, 愿神正代復體, 往那血連岳上飛去, 剛剛到達, 未及行法, 連岳縮地書開, 分屁向下, 老人也就復體, 立即飛落, 方想修去血連, 向三位蟬師下拜, 請求歸醫, 那支血連惡境修不回, 光耕強烈, 沒內何, 只得走向蒲團前面, 頂禮下拜, 雪道, 弟子愧赴詩恩, 不敢多言, 望其佛法慈悲, 因此歸醫, 觸擺一看, 只一個潑蒲團在地, 賞視千年舊物, 則以扶紐, 當中延出一圈打坐的痕跡, 以快心陷到底, 心方驚而, 忽然身後說道, 徒兒, 我再者女, 你向何處歸醫? 老人亡即回頭一看, 尊聖蟬師已端坐在血連花上, 天蒙, 百眉以老陽手一片今夏照下, 血連立發烈焰, 轉眼變成清晰, 蟬師頭上隨現出一圈佛光, 身以涅槃化去, 忽有三粒青凝凝的舍利子飛起, 吃石山, 淺來, 乾神珠隨手接去, 老人立時大喜下拜, 更不說話, 剛向潑蒲團上坐定, 一陣戰彈香風吹過, 滿天花雨繽紛, 長霞閃處, 上霞三神增年老人和所坐青年抱團一齊不見, 四山凡唱之聲頓直, 魔宮人眾也都飛入起來, 月幽笑道, 你們先前以德神增點化, 你們師父此去變成精果, 有甚傷心, 各趙蟬師和我所說, 至頭明路去罷, 月幽說完, 眾人驅都修呂應命, 只有田奇, 田搖開然雪道, 家師賢王師早適年打坐之處, 尚須三年此成精果, 師妹因奉各位師長之命, 必須移居天外神山、 弟子等感念詩恩, 在家師未靜果以前, 實不捨離開, 何況糾盤婆師徒心懷心受大恨, 早晚必來侵害, 家師定中, 也須有人互發, 望黑各鬼真人先師恩准弟子, 將魔宮封閉以後, 去往家師洞前守護三陰年, 略報心恩, 只等家師公行員們, 再求去拜師如何? 愈憂, 靈魂同聲笑道, 你兄弟二人自行可嫁, 令師摩葉甚重, 此三年終缺不攤穩, 我們索性成全你們吧! 靈魂又到, 老伴, 可將雷澤神沙取點出來, 隨說, 早遊吹五姑七寶子精瓶內, 倒了十二粒綠豆大小的紅豬, 全以用法, 賜與田氏兄弟, 愈憂, 愈憂隨向眾人道, 魔女, 公眾, 我幾領有指示安排, 我欣在同爺島與天痴老人鬥發, 幾做無邊惡業, 事後頗悔, 不瞭者自得了赤象先同指點, 無意中將絲疲老人道化, 並代尊聖禪師, 麗山賊老居士了卻千年心願, 同歸正果, 實是快意之時, 幻波他不久有難, 我本來想去在意, 你諸人與老怪物南宮一鬥, 因彩閉珍諸道友在三勸左, 來時途中又與分陀佬尼說起此事, 麗山賊老正果在職, 也想和他們最想幾日, 聘為互發送行, 只得終止, 光明景相隔太遠, 你們往返須時, 又不宜最其前趕去。 我的意思, 隨身途魂與乾神諸夫妻枉座花無邪外, 如人如想回轉小南極, 暫時便可無須再來, 令時有寧島事源, 至有事命, 還波池是須兇險, 焉止開端, 你們去了, 不過多殺幾個流氓妖孽, 事情還是一樣, 如肉前往, 便須後到英勤事源之後, 在洞中相助, 撤去聖姑所留五頓禁制的法物, 開見先府, 此能回轉, 為日頗長, 你們去留任便, 不過李洪轉世年前, 還不到下山時候, 成他師父不在山中, 便在外面也事, 膽子又大, 容易與妖邪結怨, 最好不去, 你已如何? 李洪知道豬長老君極愛他, 便走向身前, 拉著月休的首少說道, 老世伯, 質疑夢你幾生厚愛, 才有今日, 你不是常說, 質疑以前幾生, 常受邪魔侵害, 你應今世回報, 師父不讓出門, 好容易他老人家不在山中, 又曾去我下山, 難得有此機會, 師父一回山, 弟子便須守在山中, 要過好幾年才能出來走動, 難得遇到這等機會, 為何不讓我前去? 即使妖人禮害, 有老世伯在場, 也不會讓疾而吃虧, 怕他何來? 愈有守苦你紅的頭, 笑到, 你真還皮膽大, 我如堅執不令你去, 你必不快, 還當我老世伯怕時, 去事無妨, 亦不可和眾人造一路, 你和他們最上兩日, 可去高麗貢山井天谷中尋我, 就便參拜七老居士, 這類事緣, 你去也欺蝕時候, 既免途中途氣, 還可得點好處, 你和文言大喜, 金蟬和朱民本已說定, 同往小南極一行, 朱民早就想念還波池豬有, 見金蟬欲言又止, 恐其說出不去的話, 望先開口道, 還波池豬姊妹久而未見, 不知為何不能早去, 月幽笑道, 此事還難明言, 我和你們師徒五人全都想去, 時應兩月之後, 在此其中, 可在西南諸散行道, 一切任意而行, 也許還有心事, 到了第七十天上, 你五人再同黃幻波池, 你和也必趕來會合, 這樣便可將那潛伏東海二三百年的兩個妖且除去, 酸男隨意, 令雲促番子雲公, 如如小寒生意女, 可告謝林柳依, 如如一個頭生肉角的妖婦, 千萬不可放他逃走, 如被逃走, 也須追想, 此事仁大師已早知道, 但不肯說, 我和靈道有夫妻, 原道有幻要黃高麗共生去十七老一聚, 你們最想幾時? 也自走罷, 說罷, 四人飛走, 寧叫朱仙送走月休等四人, 也各告辭, 內宗子宮臨, 花綠以二女先後走, 分向朱文, 齊玲雲二人畫別, 雙方他都依依不捨, 公, 花綠女君說不久還要再見, 方此別去, 靈魂因子雲公有時, 由因大難之後, 看出酸男道心堅定, 知他想往子雲公一游, 便約同往, 亦同飛走, 魔女和田氏帝興見眾先紛紛飛去, 挽留不住, 知道新逃亡, 今時不等暫時無事, 再三挽留, 請往東宮一聚, 這時西魔宮已經全毀, 法壇也被破去, 指東魔宮原好如初, 眾人好些事上不知到, 又見魔宮景物其例, 主人情義因效, 全部應樂, 諸文先向魔女請教, 才知師皮老人原是藏族人, 魔女已經測佬此名, 改為名殊, 並奉月幽之命, 在當地只留七日, 便用所賜領父, 飛往天外神山, 去與遠征同修仙業, 此事傳由悅, 令二老前輩心恩盛傳, 原來哪日古神 狗鳳鳥羊緊之命, 將著分託神尼寧附掩護, 趕到神劍風魔宮之上, 突然現身, 扎破上空魔網, 將困陷金蟬, 諸文的魔火血炎, 容所噴丹氣裹著, 朝空飛頓, 同時師皮老人也已警覺, 立即命田是帝興去追, 神究回顧敵人追來, 立將所吸血炎寫去, 將著靈腐之力, 隱形遁走, 田是帝興正要行發回收, 忽見血炎遠如珠熊飛躲, 往下面山咬中射去, 景修不回來, 好生驚奇, 跟蹤飛落一看, 下面乃是營如天井的深谷, 四面街山, 危危還立, 當中一片三四某大的平地, 草木不生, 石色如火, 景神方寒陰森, 四面崖壁上分裂著七個緊容一人起座的小洞, 當中地上還列著七個抱團, 尚楚七人, 都視百發如銀, 年以老賣, 裝束非增非道, 人也伴秀不一, 地上放著一個啞撥, 那道血炎正往撥中頭進, 一閃不見, 田是帝興建藏, 又驚又怒, 剛飛到地上, 正要開口渴聞, 七老忽然不見, 再往崖壁上一看, 那七個石洞中, 各有一個蘇發如銀的老者坐在其內, 身上衣服破舊, 面容莊嚴, 彷彿入定已久, 欣賞以前常在空中來去, 從未見到過這等人物景地, 師父摩光河等厲害, 怎會被人收去, 知非尋常, 忽然福至心靈, 便向正面一個年紀最長的老者公身下拜道, 諸偉老先生專聖大名, 為何無故作緊, 將我雅修羅神驗修去, 連說三片, 不聽還言, 光耀佛怒, 猛賞喜摩光與師父心靈相合, 憂說外人缺收不去, 就被制住, 師父也必警覺趕來, 怎會毫無動靜, 愈想愈怪, 不敢造賜, 以賜功身雪道, 弟子奉命追敵, 不曾追上, 又將神魔室去, 歸必受責, 望黑諸偉老前輩脈再為難, 感謝得盡, 說完, 便聽有人發話, 你那魔染指向我天佛杯中投到, 現在你的身後, 自己取走便了, 回頭一看, 那雅撥果在原處未動, 只是空無所有, 方在驚異, 又聽左壁上有人發話道, 七弟, 此子不是我們中人, 何必費事, 由他去罷, 說到未句, 聲如巨淚, 遠如當頭棒渴, 心靈佳鎮, 田氏帝輕偷趣崖上發話之處, 動中老人形角端坐, 無一言動, 同時匹見上空血光一閃, 以旁遊聽有人學道, 你師父大劫將臨, 回去不可多然, 到時橫有解救, 去罷, 雪時田氏兄弟已發現那片血光在上面浮沉游動, 此事無主之物, 連亡飛身直上, 剛剛回收, 腳底佛起風雷之聲, 低頭一看, 已變成一座同山危危, 方才人物和那井營深谷全都不見, 亡即飛回, 剛道魔宮, 師父正與敵人鬥發, 敵方群先相繼飛到, 從此當時, 始終無下向師請問, 後來去鎮魔壇, 與魔女名殊說起經過, 正在幽急受慮, 與雙竹忽用法寶前往暗算, 魔壇根本重地, 埋伏重重, 何等厲害, 於雙竹橫未公盡, 便已受傷逃走, 田氏帝興恩憤於雙竹驕狂凶狠, 有見愛曾禁制也被他破去三道, 魔翻偉了好幾面, 越發有氣, 便令魔女站為主持, 自己追出, 不料形頭如見鐵梅殺了於雙竹, 村地遁走, 師父全靈追擊, 異獄急飛魔壇, 雙助魔女行法, 發動地底禁制, 將鐵梅困住, 不料就者追敵火眼之間, 魔法未破, 魔壇上更多出錢與七個老人, 另外還有兩個少年男女, 魔女, 公眾以鼻翼片灰白光影網住, 剛剛收去, 一個歌外若木稽, 言動不得, 田氏帝興不禁又驚又怒, 讓手兩股血鹽金叉剛飛出去, 忽聽魔女急呼, 此時黎山七老, 我剛想起前生之事, 不可無禮, 話未說完, 魔女已先下拜, 同時兩瓶金叉雅致落地, 身上似有一片金花一閃, 當時打了一個冷戰, 緊跟著佛壇上七老不見, 卻現出一圈金光, 正照在自己和團體公眾身上, 立時洞悉前因, 醒悟過來, 佛光也已念去, 原來魔女知道眾人 人須為航摩佛光所照, 運去殺機, 心生畏懼, 但好些事還不知到, 同時又怕父親當此危機一發之間, 強敵又多, 稍為疏忽, 便無幸免, 望去台上重新主持, 又幸中略說經過, 乾神諸夫妻元奉神陀月幽之命, 像著那道精靈父來到魔壇前面守候, 正受無法仁耐, 忽見另一魔徒隨著二團追出, 遙望鐵妹飛來, 立時速退回去, 立即附身同入, 一到裏面, 便照月幽所說, 容諸妄先將魔女, 公眾困住, 魔女就不及防, 正代返宮, 七老乎在台上現身, 內眾一個把手一揮, 魔女, 公眾全被逼下魔壇, 諸妄也自修去, 同時一片佛光照向身上, 魔女首先醒悟, 想起以前幾世的經歷, 如人自從佛光照看, 也得心平氣和, 魔女再一下敗難了, 全都不敢再動, 連肝是夫妻也便混去殺機, 及聽魔女說起前因, 才知獅皮老人初得到時, 遇見一位高爭, 便是那尊姓蟬師, 蟬師想將獅皮老人倒化, 不料到淺魔高, 雖然老人不肯傷他, 仍被他魔法所困, 受盡苦痛, 禪師不守畏縮, 到第七次上, 拼法誓願, 如不將此魔頭倒化, 絕不離去陳世, 老人神通本大, 但因禪師慾以賢心毅力感化, 攝展最高佛法金剛天龍禪唱, 目如之聲日夜不斷, 此而因各對方誠是好意, 又為智成所感, 雖然不願歸入佛門, 但也不忍殺害, 厚嫌煩唱之聲老是掃擾以制, 無時休息, 不由激怒, 便師展但押修羅法, 將蟬師風禁在高麗貢山一座崖洞之中, 哪地方大隻方丈, 左臨絕闊, 將氣蒸騰, 前有高山低福, 中年不見日光, 陰風似骨, 暗如黑夜, 四外驅視前古森林, 毒蛇猛獸成群出沒, 端的危機四伏, 空險異常, 老人將蟬師禁閉之後, 笑到, 我本不想傷你, 是你野驗, 我今將你禁閉在此, 只要悔過復書, 將我動後所留鐵牌翻轉, 立何脫身無事, 否則, 這裏下有酷熱, 東有其寒, 夜來陰風似骨, 入奸章毒精藤, 還有毒蛇猛獸, 均能出入侵害, 你卻不能出動一步, 你善功須高, 無甚法力, 如何感受, 死活在你自己, 蟬師少道, 我已對你發下誓願, 如不將你親自倒化, 金墮地獄, 否則, 我們下七弟子軍具佛日道兩家行無法力, 焉知不是你的對手, 高麗共山中, 本有七位無名上先人居在內, 法力甚高, 身近才被蟬師倒化, 還未披替, 起初也和老人一樣, 不肯歸醫, 並將蟬師擒去, 用法力禁制, 受盡苦痛, 蟬師始終堅持, 不受搖動, 七老終於悔不感動, 缺計歸入佛門, 欣許所居茅棚參拜, 發現蟬師被老人擒去, 大路趕來, 見面便要動手, 被蟬師攔阻, 燒到, 你們既然自設歸醫, 如何又犯親戒? 我自已定, 你們如若真果自行堅定, 各自回去, 禮佛前修, 只等到了這頁章, 便我師徒功行圓滿之時。 說時, 老人以仙狂笑而去, 當時魔女和田氏帝 興恩各禪師是個怪人, 隨往觀看, 也在一旁, 事經數百年, 老人始終未得所留佛牌的 感應, 人有不似法去, 老人天性無掘強, 此而厭惑, 聽其楚困, 只有一次, 行法推算, 得知禪師門下七居市, 每隔一百二十年, 必去送億抱團, 別的全無所知, 別的全無所知, 也不知如何送盡, 不願再往, 也就忽略過去, 直到三百年前, 老人忽然改變心智, 欲歸佛門, 想起前時, 各著禪師自行堅定, 大事可敬, 心生悔恨, 忘即趕去, 那枝踏片全山, 都找不到那所在, 也推算不出一點恩由, 因當初善師爭說, 你這業障入摩爾森, 我必在你萬分危難, 百死一生之際前來到你, 到時, 任你魔法多高, 全無用處, 當時心衰而淚, 恐應前言, 否則這師徒八人君在山中, 怎會用盡心力, 毫無蹤影, 也推算不出營職, 無如素性強造, 又有陰魔禁制, 不甘示弱, 想過便罷, 直到今日, 原來善師本錯呼善, 自從被困時與七老說過一陣, 由此錯關, 冥然若死, 從未開口, 七老須知師父佛法日高, 但見爭依授了長年風食, 已全虎紐, 當初在三虎球, 只找每人下敬一個蒲團, 有一次七老前去參拜, 蒲團已將換完, 仁華未醒, 恐爭依化盡, 變成赤身, 江在韓法禁湖, 禪師頭上佛起了一圈佛光, 七老連亡口宣佛號, 拜福在地, 當時大徹大悟, 深地空靈, 拜霸回去, 由此七老各議員神化身, 去往人間救度眾生, 愈有爭與七老見過授眠, 只知法力甚高, 也未說起乃乃斯楚關之史, 近財比之底細, 七老知道老人魔法厲害, 所念陰魔如不去身, 終難歸依, 正好悅, 令諸仙也早心有成竹, 所以先將六合奇門暗中佈置, 將八個羊魔仙行除去, 激令老人師展諸天十地被魔陰淚來拼, 乘機將他原神與陰魔隔斷, 再由石生同鳥隨靈魂, 宣輔, 前往禪師洞前禮拜, 代將禁制魔牌毀掉, 以應禪師決筆自己動那魔牌的前言, 七老先發出金剛禪唱, 然後飛入魔壇, 用極大法力, 使魔壇上主翻與陰魔生出感應, 再將魔法破去兩處, 然後引去, 以免老人萬一陰魔禁制不住, 願神必受大傷, 一魔一滅, 魔壇立生反應, 所有設備一起消滅, 魔女和田是帝慶祟因佛光一照, 被釋釋前因後果, 忠視優移, 迎賞道壇上以全力細心主持, 只要看出老人陰淚將法, 立時虎底抽身, 將那魔陣顛倒, 稍作補救, 魔女正和眾人說起前半經過, 佛廳以旁有人大學, 你等藥不快走, 便化劫灰燎, 同時眼前金光電閃, 身子似乎微微一動, 定睜一看, 人已落在廣場之上, 正向三位神爭下拜, 老人已飛出陣來, 頂禮歸衣, 隨同飛去, 石生也同了靈魂。 孫南, 我照月幽子時, 剛尋到蟬絲洞前, 依然行事, 將那兩面法牌取出, 歸巴在地, 眼前佛光連閃, 耀目難爭, 一仿眼聞, 自己已在西魔宮廣場之上, 天蒙, 百媚也突現身, 眾人說完, 軍閣佛法無邊, 讚揚不治, 魔女一面和眾人說笑, 一面早命侍女撤下聖煙, 眾人見山珍海味, 其花衣果, 來裂滿錢, 所有卓以氣鳴, 全為珊瑚明珠, 神今保育所濟, 五光十色, 搖眼玉花, 雖然狗斷煙火, 偶益為之, 願無逢害, 加上魔宮酒食美美絕倫, 雅各食指大洞, 窗飲起來, 李洪笑道, 這摩多的好器皿, 過幾天都拿來埋葬位調, 有多可惜, 諸民笑道, 你這小和尚不守清規, 又犯貪, 癡兩戒, 你師父知道, 日後許你下山才怪, 李洪笑道, 這些東西我又不要, 我是愛識物力, 想把這些東西作圓 而嫂嫁妝, 帶往天外神山, 暫時作為佈置嫂嫂門的新房點綴, 將來請我吃起酒好漢, 趕上衰淺舊災, 隨便拿兩件往人間變賣, 便可救上不少的人, 至來成物不可毀傷, 明珠喜應賣藏, 殺業與毀物, 同時罪惡, 佛法慈悲, 圓極廣大, 你當只有血氣的東西才值愛識嗎? 真正欠痛呀欠痛, 珠民之他暗點自己與金蟬海外同受之事, 此事尚未奉到屍命, 只在出困後聽吹五官暗中時意, 恐被外人聽去, 面上一紅, 魔女情癡, 人有素來大方, 前聽遠徵說李洪是他女生患難骨肉之交, 見他少少年紀, 這高法力, 先自心起, 再聽喊他二嫂, 不但不以為五, 反倒高興, 蕭道, 雄帝, 先人不似俗世夫妻要切身房, 這些東西本定大去, 你如光降, 我和你遠而高必定請你盡量痛飲如可, 李洪轉對珠民道, 你漢, 還是我越數好, 珠民恐他再說別的, 莊不聽見, 起身走向一旁, 今時望朝李洪是一眼色, 李洪幻想說時, 新途魂覺著李洪雖然力劫狗勢, 今生畢竟年幼, 同心太成, 這等同言無忌, 終非所疑, 也使眼色禁左, 李洪欲言又指, 諸民心雖不快, 其勢不變我今時不反口, 單獨行動, 換了一回, 經中一陣雪笑, 也就茶開, 田氏兄弟本流眾人鑽滿三日再走, 新途魂掛念花無邪安危, 唯恐去晚為二萬爭所傷, 雖是應有劫難, 早到比較要好得多, 首先和了乾神諸夫妻告辭, 起身飛走, 第三日, 金蟬忽想起, 自從離開金石峽, 便往北極陷空島求取靈藥, 被陷空島主有入地旋宮, 吳酒止五善, 直飛小南極光明景, 開撫天外神山, 一直有時, 尚未回山去過, 那金石峽, 那道加西南十四棟天之一, 地名又與自己暗合, 必有原因, 離山多日, 洞中尚有黎女雲來娘和乃帝雲翼, 石峽新修弟子為交, 在彼手後, 定必盼望, 還有靈雲風門人沙魚, 米魚在內養傷, 經過陷空島靈藥一致, 當已傳遇, 更有雲風悟殺雷喜龍, 與人結仇之史, 相還未完, 同門師妹, 亦有海外相助之德, 雲風法力未必是哪女先對手, 可況對方為夫報仇, 又非要邪一流, 豈容坐視, 今善心了雲風如不枉頭鄭百菇, 便是宋雲古神溝後, 向神尼昏陀, 楊錦斯徒二人領了姬兒, 回往金石峽, 依好沙, 米魚小, 仍在自己動中守候, 也說不定, 月, 零二位老前輩最愛七矮弟兄, 如是妹妹暗時先機, 事前卻不明言, 否則他們明知光明景先撫身開, 還波池之時應在七十天後, 此時飛頓神速, 極光大火之險 願意減少十之八九, 盡可從容來往, 為何時已不寧回去, 井環陷定在西南諸上行道, 其中必有心意, 便向眾人說了, 石生早就想念門人維交, 只為念日無下, 主人又在家挽留, 情不可卻, 心想時間頗多空閒, 正好便回轉金石峽一趟, 本定離開魔宮時, 再告金蟬主人, 文言自是贊同, 李洪喜道, 善哥, 你那金石峽我未去過, 也想跟去看看, 如果真好, 你們有天外神山靈境先苦, 要此無用, 將來我下山後, 願我找不到好地方, 這與我爬, 金蟬少道, 雄帝樣樣都好, 就是人太天真, 同心神重, 月老細百命你往見來三七老, 必有心意, 我因小神真額同隨同我們一起三數年, 出力甚多, 至身卻受重傷, 雖然因和得福, 反而增長度力, 畢竟吃了一場大規, 然被他師兄採弊大師之細叔帶回山去, 依我本意, 幻想先往雲南石虎山看望他一遲, 再轉金石峽, 黃返小說有好幾天, 明日你便須去見七老, 如何能來得及? 你如暫時不去, 這座金石峽, 就時使命有用, 不傳送你, 也必把那最好的地方與你留下, 不比匆匆往來, 走馬漢花強得多嗎? 你紅故意把嘴一塌, 富氣說道, 蟬哥, 你現在討厭我嗎? 今時和他弟兄感情最好, 以為他真個富氣, 望走過去抱住他的肩膀, 小道, 好弟弟, 你莫多心, 我如何會驗你? 幾時一定要去? 我們先往金石峽, 然後再往石虎山如何? 你紅笑道, 原來善歌還是對我好? 沒有因為, 底下話未說出, 諸民便接口埋怨金蟬道, 本來是你不好, 洪帝難得下山, 聽你有這好地方, 欲往一游, 如何難他高興? 你有天外神山那好地方, 親生兄弟, 便將金石峽傳送於他, 也不跪過, 說甚分居, 我要是紅帝, 另肯無處妻身, 也不要了, 你紅笑道, 原來文子只也對我好, 那我不去也罷, 我本是雪著玩的, 共止一天半日的功夫, 如何能趕得上? 雪時, 撇見田氏帝興嘴皮未凍, 似有話說, 笑問, 田大哥, 田二哥, 有甚話說, 田氏帝興恩見李洪法力甚高, 人及事該又同, 相貌又生得欲娃娃也似, 言動十分天真, 老是一念笑容, 自從初見, 便對心思, 在一雙膠, 越髮頭契, 同聲笑答, 我弟興恩奉越師百物靈, 本說人盡彩敗大師門下, 先命明日起身, 自恩如帝興感念思恩, 向其求告, 欲等家師飛升之後再去, 此時想起, 先慈悅師百的書信前往拜師, 再向大師求說, 回到這裏守候家師飛升, 必夢允許, 諸偉道有如仙王食虎山, 余帝興也同了去如何? 不聖母 oblig等意思不要 deepest誘啊, Unterschied心情說, 不是不好嗎? 忘了不讓我做到那風機 tidy回事箱頂寺器居? 以為妳是否講話 struggled써,